現在這次會輸給臺灣對的中高年林月平在比賽後來表示說 其實是因為這個補償太多 另外這主簽的給評詹文成是來支出說調度有問題 專長兩萬名給賣 看到中華隊五比十二大比分來 輸候巴拿摩 還有人說是很慘 主簽的給賣 詹文成支出 為這場比賽可以知道 歷史比賽的勝出只有殘酷 若是看巴拿摩的打擊 也沒有以前中南美酒只有說全美大的感覺 中華隊十三機安打只差巴拿摩一機 算是沒辦法串連拿到更多分手 生華島手胡志偉 不能說倒得不好 只是外島的時間比較慢 比較少年的陳冠偉 鄧凱威跟曾俊岳來接替 是壓力很大 剛才對義大利的生華黃子鵬是穩定 還可以挖著意大利的打擊是不知道 李王維中有可能一局落很多分手 九連團會為處來上腦筋 記者綜合報道